有新车,自然就会有二手车,人们对自己使用过的车,有一种说不出到不明的感情。 当他要离而去进入二手车市场时,都会让人感到心酸。然而,人们对选购二手车,却是千万个不愿意。但是在国外很多国家,买二手车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。究竟是什么,让人们对二手车这么大的成见呢?买卖二手车,就上人人车,线上二手车交易市场。 国内第一家个人二手车交易平台,今天评论热报的话题是,这样的解释,真是长知识这样,一开始我决定了要试试二手车之后,我就在朋友们建议下,先去黄渤代言的人人车平台去看了看,通过自己的详细了解和朋友的介绍,我最后综合了自己掌握的信息之后,就决定了也要通过这个平台来试试。 就这样,我选好平台之后,我就通过平台的官网进行选车了。具体选车的时候,我通过车型订阅功能和筛选功能,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筛选。 最后我根据筛选的结果,看中了一辆2017款大众结达1.5升手动舒适型,车主报价6.8万,上牌2017年10月16日,车零,一年,里程0.75万公里。 车已经选好了,那么接下来就到了看车的环节了。买家想要看车,首先得打电话预约,然后平台将买家和卖家约定到一个地点进行看车。 当我看到这辆车的时候,我觉得,它就像是一辆新车,看上去给人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。 外形一看,就不一样,那么那时就更不用说,座椅完好无损,坐垫很有风格,给人不一样的感觉。 在这之前,车主肯定保养了一番,看上去还不错,而且车主也给我介绍了车的使用情况。 随后销售为给我介绍了车在初检时候的检测结果,我也上车对车进行了试驾体验。 就这样我通过验车对车的整体情况还是比较满意的,所以就准备和车主再谈谈价格。 就这样我顺利地完成了过步之后,这辆车就算是买到手了。 第一回合AT捷达的质量,保油量很高,这车车身不重,车轻,发动机扭矩大,构造简单。 这样带来的优点是,升油,梯速快,维修配件便宜,AT基本也没多少不满意的。 除了轮胎尺寸比较小,A柱有些影响视线,要是有宝莱那样的A柱就好了,别的吧? 就是配置略低AT,外观上全新捷达,采用了大众最新的第七代家族连谱。 可以说除了车标之外,它与老捷达不再有任何联系,动感圆润的车身造型,符合这个时代的流行趋势。 第二回合AT内饰做工缝细均匀,严丝合缝,符合大众的水准,设计整体相较整洁,简约是设计不会让人眼前一亮,但是比较耐看,用料全是硬塑料。 这是大众的一贯做法,高一个级别的朗逸都是这个样子,更不用说捷达了,AT间,捷达并没有令人惊艳的尺寸参数,但其实内部乘坐空间也算富裕,后排座椅甚至能够翘起二郎腿。 这在同及小车中并不多见,AT配置略低,当然这个价位买合资车,也就不要追求什么丰富的配置了第三回合AT,见仁见智,1.5升自然吸气的发动机,用在捷达这车上并不逊色,舍得挤油动力非常充沛,还是蛮惊喜的。 AT操控方面驾驶整体质感非常好,本身车重比较轻,大众调教的方向盘指向精准,挡杆挂挡平式连贯,操作非常容易上手,AT友好还算挺满意的,最佳状态型车电脑显示,能到四个多油,但是真实友好应该在五到六个,一公里三毛的样子,比较起来个人觉得相当省油了。 第四回合AT舒适性基本没什么好讨论的吧,看那什么比较了,贵一点的交车舒适度,肯定比这要好得多,我觉得捷达的运动感倒是不错,AT空间得夸一下,真心不错,挺佩服大众的,看着车步怎么大,里面空间却很宽敞,我个头不高,头顶空间真的很出色,由于新捷达轴距迈进了紧凑车,所以腿部空间也很优秀, 坐后排没有局促感,后备箱空间也很大,466升不是盖的完全满足日常使用,唯一遗憾的是后排座椅无法放到,拉搭键的话不方便了,AT买的时尚型,没有ESP电子稳定系统,连个后视镜都是手动,虽然后来的智慧板上是电动,但是一开始大众就不该设计手动, 小编喊你看网友时评论了,精选每日用户时评论,为你分享网友最新鲜,最犀利的观点,今次,消息一经爆出,就在网络上掀起了不小的波澜,快来围观,前排抢个沙发吧。 感谢观看